四月禮拜是國際鎮上禮 一載六甲 今天立法郵外面 公園住宵後日子是很難過 六甲團體是強調說 雖然六甲一載保險 又保護法已經是死 但是又有這麼多六甲 沒有受到照顧 通過路也很困難 水道工商者 水道工商者 外面剛才要對土鎮上禮 也向政府提示 要保護 有這麼多路動車 兩天後就是國際鎮上禮 包括RCA案頂很多的這載路工 在路團的培館下到立法郵外 公園住宵後 生活會受到的困難 青春因為剛才職電到 地出想手機長的擔心是 他就萬賺生活的無助 自己已經在能力方面受限了 還要拖累家庭 拖累家屬 還有在作抗議 刷去代表 頂序面的這載路工 告訴他們標達痛苦的破面過程 強調適量的健康下 加多醫療到生活資產 讓人招待沒辦法負擔 我當時看到有百分之八十 都會得細肺症 那細肺症不是你當時就發生 細肺症是隨著年代 隨著年齡而增加的 像現在我八十一歲了 我在講話可以 我走路就不能講話 路團是說 為疫苗8000年至2023年 路部的這載記譜 總共這載希望每到2萬2千多人 四年是15萬8千多人 代表這麼多這載家庭 還有這麼多人沒得到關心的無奈 他就說了一句話 只要政府在 勞保就不會倒 其實我覺得這個的意識形態 有一點彷彿就是說 我們工人只關心錢 說真的 我們公共協會不禁要問 我們如果有錢沒有命花 這樣子是對的嗎 路團是說 很多這載的路程 甚至沒有得到新法的照顧 提出就業困難 甚至也衝擊家庭生活 希望我日空在要重任的 新努動部長何貝山 可以幫助改革這載路間的困境 記者總結束 你很快要撒唔